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这两个手臂是不是举起来的 是举起来的 平常咱们两个手臂是不是很难举起来 很难去做这个动作的 你为了改善白发 为了改善大脑皮层 不这里的结结 你就这样做这个动作 因为你看你要烫发之后 用那种梳子不是伤害头发卷吗 就这么事儿的 像我这样是的 你举着手 要不咱们很少做这个动作 手很少举起来 你看咱们又举起手来了 又锻炼了头皮 这就是一举两得吧 而且你别整几下子 就是偷懒别偷懒 你看是不是就挺好 晚上睡觉之前 你就做的做的做前 像我这样来录个小视频 你弄完了 你也是像我这样录视频 看完了最后 你头发改善的情况 什么样 你用视频来记录 往来你发到朋友圈 你或者你发到网上 是不是人们更多的人看到了 是不是一件好事儿 又健康了自己 又把这种好的方法传给了 更多的人 你看你这么 你看我们的手举着 你看刚刚我 你看我这么脑 一会儿我就出汗了 也花费力气啊 你这不挺好的吗 也不是什么剧烈运动 去这么弄 不挺好挺好的吗 你看这一柳 这脸变灰再变灰 这是在变灰 我估计这一柳头 用不了半年就能过来 我现在整了有两个多月 三个月吧 用半年差不多 半年差不多就能过来了 我就把它一直 它什么时候 我一直录着视频 看它变过来的时间 大家就都有信心了 对 就这么动 看 你看我这么 你看一身汗 出汗了 就这个 就这个 你举起手了 就这个 把咱们这个 这个火底绣 还能练一练 就这样的 我弄几下就出汗 狠点脑 可舒服了 哎呀 这个特别舒服 亲爱的朋友们动起来 不要发烂 你的功夫用在哪儿 成效就能出在哪儿 在这种 简单而枯燥的动作中 你可以用这段时间 思考人生 也是一件很惬意的事儿 哎呀 动一动就一声汗 你看这两个手举起来 也需要你花费点力气 特别晚饭 洗完澡之后 你坐在镜头前面 这么挠一挠 动一动 最后你把你这个 整个改善发的过程 也像我似的 录成视频 你看更多的人知道 其实 就不用 其实 把头发 白发变黑 是一个 是一个好处 就是你 你这种挠头啊 对大脑带来那个清爽啊 对改善记忆啊 把大脑的皮层里边 那小姐姐都通开了 都通透了 这个作用 这个作用 比这个好处 我认为 比这个改善白发的好处 还要大 动起来 亲爱的网友们 不要烂 拜拜 拜拜 再见 多给我评论和点赞哟 看看 逐渐逐渐的在 昨天这个时候 又嘎个口子 嘎口子 我忙了点精油就好了 不痛了 好了 拜拜 再见 别忘了 给我评论加点赞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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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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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